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他们节目带来的周围介绍视频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双人对战作用 开刀手杰克 一听名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 他讲的是什么事情 总之在这个游戏当中 一名玩家需要扮演警探 尝试去捕捉到杰克 另一方扮演开刀手杰克 尽量逃离警探的追踪 并且尝试逃离白药堂区 好 那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来怎么玩 好 那么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游戏给设置好了 因为这个游戏内容非常少 大家先来看一下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落这个角色卡 还是这样的 每一个上面标识的这个能力 一共八个角色 然后一落这个身份卡 也是八个角色 但是这个画风不太一样 内容不太一样 好 具体干什么呢 这个一会再说 一张杰克曝光卡 它分正反两面 这面表示这个杰克没有曝光 是隐秘状态 这面表示杰克曝光了 这个作用一会再说 以及八个角色的这个token 这个token是分正反两面 反面是白的 正面是正常颜色 正面代表表示目前有嫌疑 反面表示呢 已经这个喜庆嫌疑 就表示它肯定不是杰克 好 就是这样放好 然后有这种灯的token 一个邮灯 然后其中有四个 左上角带数字 一二三四 一会咱们再说作用 然后有两个是不带数字的 好 然后有两个 这个警察的警戒线 警戒线 起始的时候是左下角一个 右上角一个 然后呢 这有一个回合指示物的这个token 就表示现在是指示第几回合用的 移上来呢 放在第一回合的位置 好 那么这就是所有的配件 正式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杰克玩家 他把这个身份卡呢 洗一洗以后呢 随机抽一张 随机抽一张 然后这个杰克玩家呢 自己呢 偷偷的看一下 然后呢 把它扣在自己的面前 剩下的七张身份卡呢 放在这个游戏版图旁边 一会儿还有作用 好 那么这个游戏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其中呢 杰克看见的这一招呢 角色 在版图上就是这个 他就是本轮 这个本局游戏当中的这个 杰克的真实身份啊 就是真实的杰克就是他 其他七个人呢都是好人 所以呢 现在来讲一下游戏的获胜条件吧 这个警探方呢 他需要指认这个谁是杰克 并且指认正确啊 只有这一个方法呢 警探方才能获胜 具体怎么指认我一会儿再说 然后呢 杰克方呢 是有三个获胜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刚才跟警察这个警探相对的啊 如果警探在指认杰克的时候 指认错了 那么这个黑杰克呢 就直接获胜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游戏一共有八轮啊 大家可以看这边 他有八轮 如果八轮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警探方呢 还没有成功指证这个杰克啊 那么也是这个杰克获胜 好 那么最后一个胜利条件呢 就是当这个杰克在隐秘状态时 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是在隐秘状态时 然后走出这个 目前开着的这个四个角 其中一个角的这条路 就离开游戏版图 他就获胜 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两条路是被封着的 然后这两条路是开着的啊 这个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是有玩家能力 好 另外要注意一下就是游戏开始的时候 杰克的这张 这张曝光卡呢 一定要放在曝光面啊 那么游戏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首先呢 基数回合的时候呢 两位玩家 从这八个角色卡呢 当中呢 洗一洗 拿出上面四张来 好 翻过来 然后呢 由这个 警探玩家呢 先从四张卡里选一张 然后执行卡片上的能力 之后 把它扔进棋牌堆 再由这个杰克方的玩家呢 从剩下三张里选出两个角色 然后他随意选择顺序 执行完这两个人的能力以后 扔进棋牌堆 最后给这个 警探玩家再剩一个人啊 然后他再执行他能力 然后把它扔进棋牌堆 这个时候呢 需要把剩下这四张角色卡 翻过来 这个 由这个杰克方呢 先选择一名角色 执行他的能力 然后再由警探方 选择两个角色 执行能力 然后杰克再执行 剩下这个角色的这个 能力 这就是偶数回合 具体呢 大家也不用记 他这个板块上 其实写的有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黄色 然后这有两张灰色 又一张黄色 这个黄色代表的就是警探 灰色代表是杰克 所以在这个基数回合 大家能看见 它上面标的是 一个黄 两个灰 一个黄 就是说 一张杰克 然后两张 不是 一张警探 两张杰克 一张警探 然后偶数回合 就是一张杰克 两张警探 然后一张杰克 就这个顺序下走 然后说到这呢 通常再说一下这个板块 这板块呢 在前四个回合的时候呢 这块呢 还有一个这个标识啊 表示一个灯 上有个数字 第一回合是一个灯叉 然后一个数字一 第二回合这个灯叉 一个数字二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个回合完全结束以后呢 需要把这个数字为 一的这个灯呢 移除 第二回合 依次类推 移除数字二这个灯 第三个回合是三 第四回合是四 然后后面这个回合就没有了 然后左下角的这个标识 是提醒你 在回合结束的时候 在移除灯之前 捷克玩家呢 需要把这个卡呢 翻到对应的面 来告知这个侦探玩家呢 这个捷克目前是曝光状态 还是这个隐秘状态 而且呢 他这个卡呢 只能到下一个回合的这个时间呢 再重新的来 选择他是曝光还是隐秘 所以呢 这个刚才我说过 这个捷克有一个获胜条件嘛 是在隐秘状态下 离开这个白教堂区啊 从这个地图四个 四个角 目前开放的两个角中逃走 如果说上一回合 你在这个结算此流程的时候 你是这个暴露状态的话 那下一回合你是逃不走的 你是不能逃的 你这个角色是不能往这个地图板外走的 这里要说一下 好 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游戏板块吧 板块呢 那其实大体上就是分这种灰色板块 和这种黑色板块 黑色板块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各式各样的障碍物啊 是不能移动的 灰色板块呢 是可以移动的 并且这个游戏呢 是可以穿人的啊 就是你可以这个 穿过角色移动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角色他在移动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过去啊 这个其他角色是不能阻止你行动的 但是你不允许站在他身上 就是说 举个例子啊 那么随便随便拿一张卡 就这个就这个人啊 翻过来 好 就这个这个这个角色啊 这个角色大家看一下 呃 他是可以移一到三步啊 一会再说他特殊能力 他是可以移动一到三步 那么就是说呃 首先你不能移零步 你必须移一 或二 或三 但是呢 你移一步的时候呢 你你如果说我只移一步 你往这个地方移是可以的啊 这是可以的 你往这也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这样移 就是你在移动结束的时候 你不能站在一个人身上啊 一个格子里在同一时间 只能拥有一个角色啊 那么作为警探呢 警探他可以将一个角色 移到另外一个角色上 然后说这个角色是杰克啊 这就是一个指认动作 刚才我说过嘛 呃 警探的唯一获胜方法就是正确的指认这个杰克啊 假如说啊 假如说警探现在觉得啊 这个角色是杰克 然后他现在在执行这个人的这个效果 好 他移一步上来 他说好 我要指认 如果说 这个呃 扮演杰克的玩家呢 把他这张卡呢 啊 亮出来以后呢 哎 发现就是这个玩家啊 就是这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警探就获胜了 啊 如果不是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这个杰克就获胜了啊 目前呢 他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啊 杰克就获胜了 好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呃 板块上的另外两种东西啊 一个东西是这个下尾道 大家也看见有一些这种这种板块啊 它是下尾道 然后呢 相对应的一上来有两块的下尾道呢 它被这个指示物啊 盖着啊 表示这个下尾道暂时是堵着的 就这两块 然后呢 下尾道呢 就相当于是个传送门啊 它可以从下尾道中间来回穿梭 比如说一二三啊 这都是允许的 然后比如说一二三 这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呃 下尾道也是可以站那儿的 就是说你可以一啊 完了 站到这 这也是可以的啊 它本身也是一个正常的格子 好 这就是下尾道 那么要注意了 这被堵着的两块 你不能用来穿梭啊 然后是灯 灯的作用呢 就是与它 因为这个游戏的板块是六边形嘛 呃 灯的作用就是 它这个六条边所临近的板块呢 呃 角色是曝光状态 就说刚才我说过嘛 呃 在这个四张卡执行完动作以后 捷克玩家需要这个 告诉这个双方啊 他这个捷克是不是曝光状态 呃 如果说 他挨着一个灯 那么就是曝光状态 同时呢 还有一种情况也算曝光状态 就是两个玩家呢 这样挨着啊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曝光状态 就是这两个玩家现在没有没有在灯的周围啊 没有在灯的周围 但是呢 因为他俩挨着 所以他俩互相都是曝光 所以都也算是曝光啊 这就是曝光 那么假如说就以这个现在的站位啊 现在这个站位 那么现在大家就 我给大家讲一下谁是曝光的 那么 他是曝光的 他是曝光的啊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好 这四个角色呢 就没有曝光 因为他们的周边既没有亮着的灯啊 也没有其他角色 现在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呃 八个角色的这个卡牌是什么意思啊 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认 首先 左边呢 是表示他的移动部署啊 一到三 这个是移动部署 右边是他特殊能力 其中呢 这个特殊能力如果是一个双向箭头呢 就像现在这个人 他表示的是 他在移动前或移动后啊 他自己选 必须要使用一下他的技能啊 就是说像这个人 就是说他在移动前 使用技能 然后移动 或者是移动使用技能啊 他不能不使用技能 他的技能是可以随意移动一个下水道的这个盖啊 就是他可以把这个 像这个token啊 他可以移动到另外一个合法的地方啊 这样可以这样随意移 好 他这个记者啊 是勾带队啊 第二个是这个 就叫什么 看守所所长啊 他呢是说 也是同样的标记啊 所以他刚才的失望实地也是一样的 他在移动前或移动后 必须要用一下他的技能 而且也只能用一次啊 你不能移动前用一次 移动后用一次 这点我也是再澄清一下 他是说你可以移到三步 然后呢 可以将三个人呢 往你这儿吸 或者是呢 一个人往你这儿吸三格 他就是可以吹哨子 引起人的注意啊 什么叫吸呢 我举个例子 他现在这儿啊 他现在这儿 假如说他说我要对着他吹哨子 那就是一二三啊 这样往前走 就把它吸过来了 你同样也可以这样吸一步 然后这样吸一步 这样吸一步 呃 吸哨子的时候要注意啊 不能触发人的特殊能力 也不能触发井盖 这个特殊能力主要是影响到 那个啊 妇女这张卡 这个一会再说啊 好 下一位 方尔摩斯啊 方尔摩斯呢 他是说他在移动后呢 必须发动他能力 他是一个单向的箭头啊 朝右 这是移动后必须发动他 他特殊能力很简单啊 抽一张这个身份卡 你自己看一下 放在面前 那他的作用很简单 如果是捷克方用这个方尔摩斯的话 相当于他除了一上来 抽了一张捷克的身份以外 他会抽别的这个身份卡 这个来混淆这个 警探方的这个视线啊 警探方用这个角色 就是说他可以排除啊 就是他抽到的角色 肯定不是捷克嘛 下一位 这个医生啊 医生呢 他这个 双向的这样啊 这样的标识表示 他这个回合 要么使用正常的移动 移动一到三步 要么跟一个人换位置啊 就是他俩互相换位置 举个例子 他可以跟这个 华生啊换位置 好 下一位啊 那咱们先来说这个华生 华生呢也是啊 移动能力一到三 移动后必须发动一下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是什么呢 你看大家看这个华生 他提了个灯笼啊 他提了灯笼 所以华生这张卡 是有个朝向的 你看看他有个箭头啊 他有个箭头 对焦对不上 总之大家应该能模糊的看到啊 这个箭头 这就是他的灯 这什么意思呢 他指向的这个方向呢 全部都是曝光的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假如现在这个版图是这样的 那按照如果说没有华生这个角色来看 他就是隐秘状态嘛 因为他周围没有灯也没有人 但是由于这个华生呢 他照了个灯过来啊 他被这个灯照上了 所以他现在仍然是曝光状态 那么华生这个灯 是到障碍物处会阻止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你朝这儿 那就会被这个灯挡住啊 你朝这边呢 你就会被这个建筑挡住 以此类推 然后刚才呢 我有给大家提过啊 就是这个上一个角色 医生啊 他是可以瞬移的啊 他瞬移后 是不能换这个华生灯的朝向的 华生灯的朝向 只能在他自己正常移动后来改变 好 下一位妇女 妇女是本游戏当中 唯一一个可以走四步的人啊 一到四步 然后他是个被动 他可以穿墙啊 他可以就是这么走 一二三四啊 他可以这么走 但是要注意了 他虽然可以穿墙啊 但是他不能停在墙上 就是他结束的位置 不能是墙 好 下一位 这个修灯工人啊 修灯工人呢 他是在他的移动前或移动后 必须使用一下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就是可以换一个 晾着的灯到一个没亮的灯啊 这个位置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可以把这个灯放到这儿啊 类似这样 下一个 探长 探长呢 也是他在移动前或移动后呢 必须使用他的技能 他可以一到三步啊 他的技能是将一个这个警察的封锁线啊 换位置 那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右上角和左下角 他有两个封锁线吧 他可以将其中的一个换到任意的 没有的位置啊 这是他的技能 好 那么所有的这个角色技能 我就介绍完了 最后呢 我给大家在这个正式的走一遍游戏流程啊 首先一上来是这个捷克啊 他抽了一张这个身份卡啊 他自己看完 然后呢 嗯 就是不要让这个警探知道啊 正常玩的时候 可能是要背着放在自己面前啊 这里我就弹开了 让大家看着方便 好 然后呢 现在是技术回合嘛 第一回合 所以需要把这八张 呃 角色卡呢 给洗一下 洗一下 拿出对上面四张啊 剩下四张放一边啊 偶数回合 第二回合要用 好 放过来以后呢 警探呢 先从这四张里选一张 好 那假如说警探说这个 呃 我选这个 看守所长啊 好 我刷下三张放这 然后他来执行他的动作 首先呢 他是他可以先用他的技能或后用他的技能啊 他决定后用他的技能 所以他先走这个一到三步啊 一 二 三 好 然后呢 他可以使用他的技能啊 他技能 他准备 让这个呃 工人啊 这个往这 修灯工人往这挪一步 然后让这个 福尔摩斯往这挪一步 然后让这个呃 这个什么 这个侦探啊 往这挪一步 好 那么他这个卡呢 就行动完了 把它扔到棋牌堆 然后轮到杰克 杰克他从剩下三张里选两张啊 选两张 好 他说 那我选这两张 然后呢 他说 我想先执行医生动作 可以 咱们执行医生的动作 那么 他说 我不想使用投入能力啊 我不想使用投入能力 呃 我准备这个 正常走 好 一 二 三 好 可以啊 然后把这样开气了 然后上了一个警探 呃 上了个警探以后呢 他说我准备先移动 再使用他的投入能力 好 那警探也是啊 一 二 三 好 然后使用他的投入能力啊 他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用啊 我就先挪一个 好 然后把这张卡给弃掉 最后呢 给警探呢 上了一个这个记者 同样的 啊 警探说那这样吧 嗯 我感觉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人嘛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 移到这边啊 把这边的口堵上 然后挪三步 一二三 好 然后把这张牌 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捷克方就要告诉这个 呃 双方玩家啊 他这个捷克是曝光 还是隐秘状态 那么咱们的这个捷克是 他嘛 对吧 那他现在周围既没有人也没有灯 所以他现在是隐秘状态 把它翻过来啊 现在是隐秘状态 好 然后呢 啊 这个时候呢 警探就可以来排除嫌疑人了 那么首先曝光状态的玩家 肯定不是捷克了 所以所有曝光状态的玩家呢 都可以翻到背面 表示他已经洗清嫌疑了 比如说这位啊 这位 好 都给他翻过来 那么现在就是说 这三位玩家啊 这四位玩家 肯定不是捷克啊 因为他们现在暴露在灯 或者其他玩家之下 他是这个暴露 好 那么 最后呢 开个下角啊 开个下角 这回合结束 需要把这个标号为1的灯呢 熄灭 那咱们把这个扔掉 好 然后把这个 回合指示物呢 往下一一回合 那么 偶数回合 把上一回合剩的这四招呢 角色卡呢 直接翻过来 然后捷克呢 先选择一名玩家 比如说他说 我先选择这个 福尔摩斯 好 把剩下三个先放着 那福尔摩斯先移动 先移动 比如说 一 二 三 然后呢 他发动一下福尔摩斯的技能 然后把福尔摩斯扔进棋牌堆 技能呢 就是他可以抽一张这个 身份卡 这个是抽给这个捷克了 放到捷克这楼里 同样也是背着的 不需要让警探知道 好 然后警探再从剩下三张里面呢 挑两张 他挑 两张吧 好 剩下这一张 放这 他先执行这个修灯工人的这个 效果 他准备先挪灯 先挪灯 看一下 他准备把 这样 随便挪一扇 好 然后再挪一步 好 然后这个角色的执行完效果呢 也是扔进去排队 然后来执行这个花生 花生呢 是可以挪一到三步 然后把它的灯改一下 朝向 那么他现在要排除嘛 所以呢 他 现在是 这四个角色都没有暴露 所以他决定呢 这样 一 二 好 然后把这个灯呢 朝这个方向 虽然目前照不住人 但是花生他自己 现在是暴露的啊 这个 是暴露状态 好 然后最后呢 剩了一张给这个 捷克 捷克呢 就来执行他的这个移动 可以一到四步 穿墙啊 那么捷克当然是希望 这个 他剩这三个身份不确定的人啊 都是同一种状态 那么现在 三个人都是这个 没有曝光状态啊 所以这个 他就随便挪一挪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行动结案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捷克玩家需要告知 双方玩家 捷克是曝光还是隐蔽状态 那么现在呢 仍然是隐蔽状态啊 所以这个牌子不用动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警探就可以又排出一位 嫌疑啊 就这个花生 他可以排出了 好 花生翻篇 谁要注意啊 他的灯朝向不要变了 朝一个方向 好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 警探可以锁定呢 是这三位 有一位是捷克 然后同样的 咱们看提示板 四张牌 执行完了 然后 是否曝光 然后再关一盏灯 好 把这个编号为二的灯 洗掉 然后呢 再把这个推到第三回合 然后呢 第三回合呢 就需要把刚才用过的八张牌呢 重新洗一下 然后 继续刚才第一回合的这个流程 啊 以此类推 我在这就不啰嗦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 游戏呢 流程呢 应该是在20分钟左右 就可以玩玩啊 但是这个游戏 其实策略度还是蛮高的 我跟小伙伴玩的时候 感觉虽然说 道具很少 但是想玩好 并不容易啊 好 那这次这个视频 我留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有愿意 听我自拍到 咱们下期再见